我们都知道,海洋非常深,比我们想象的一样深得多,如果所有的岛屿和地球上的大地都沉率在海洋深处,从它的水浆上升并覆盖整个地球五米的深度。 但是,我们今天不要粉碎任何东西,但要试着找出它究竟有多深。 接下来,就跟着我潜入世界上最深的玛利亚那海沟的最底部,看看我们所能获取到的信息吧。 40米,这是你在潜水水下游览期间,可以潜水的最大深度,93米,这是发现英国船只卢西塔尼亚号的地方,它于1915年沉默,有趣的是,船的长度是240米。 这意味着如果你把它竖着放,它的大部分将出现在水面之上,100米,在100米的深度潜水可能是致命的,因为在这个深度,简然并会开始出现。 214米,人类对生命的挑战,一直都没有停止过,一个叫赫伯特尼奇的人创下了一个记录,他进入了214米的水中,并且在跳入水中的时候,他没有使用潜水装备。 但是他的脚和头部被束缚,因此潜水变得足够的快,250米。 在这样的深度,德国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航行,332米。 阿哈迈德加布尔,在这里,创造了另一小潜水记录,但这次是通过潜水,500米。 地球上最大的生物,蓝银可以潜水的最大深度,这也是原子潜艇可以安全下沉的深度,535米。 帝王启河可以潜水的最大深度,750米。 在这里,你可以遇到一只巨大的鳥鱼,在它升起时可以将肤色变为红色,828米。 在这个深度,我们可以到达到路的哈利巴塔的尖顶,它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。 一千米,来自表面的光线无法到达这一点,因此地狱它的是黑暗,这里的压力就像你站在金星表面一样。 也就是说,我们会很快被压碎,这里也开始出现巨型章鱼的栖息地,1280米。 巨型龙皮龟可以潜入的最大深度,它可以在水下长达85分钟,2250米。 在这个深度,可以看到墨湘京捕杀巨型鱿鱼,从这种对墨湘京的战斗中经常会留下疤痕。 三千八百米,泰塔尼克号就在这个深度,四千米,深渊是有生命可怕的生物,如无脸鱼等等。 四千二百六十七米,这是整个海洋的平均深度。 六千米,我们落入了一死亡之神哈迪斯的名字命名的哈达尔区域,这里的压力就像站在你头上的50架波音747飞机一样。 六千五百米,这是埃尔文号深浅起被淹没的最大深度,这是一艘帮助定位泰塔尼克号的研究潜艇。 六千七百六十二米,SS Railroad,是一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沉没的船,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深的沉船。 八千八百四十八米,我们将达到道路的珠峰的顶部,一万零八百九十八米,导致张伍斯卡梅隆导演,在2012年,在这个深度浸泡了三个小时。 在此期间,它观察到了周围昏天黑地的世界,并保持在三地拍摄,包括在科教片深海挑战者浩三地接收到认真。 卡梅伦成为第三个冒险下降到十一公里深度的人,也是第一个独自完成任务的人。 一万零九百一十六米,1960年雅克皮卡德和多纳沃尔时到达的深度,他们潜水的深海潜水器,特里斯特号,最大可能的深度,而且在那里停留了约二十分钟。 在此之后,深海潜水器的玻璃开始出现破裂的状况,他们不得不开始上浮,这次潜水持续了五个小时,一万零九百九十四米。 我们将达到挑战者的深度,挑战者被认为是我们星球,上最深的理智和研究点。 然而,你不得不知道的是,人类对于海洋的深度研究,不如火星表面只有5%,因此,根据许多科学家,也有一些地方和深厚的深渊,和一个只有上帝知道在海洋深处潜伏着什么。 然而,对于许多学者来说,有一些地方和更深的深度,潜藏着一些有趣更有趣的知识。 想知道海底里到底有什么吗?来看看这个图吧,果然,还是挖掘器才是最强的存在啊。 哈哈哈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